大年初三很多公务员都还在休假 但是台中市四个文化中心 29个图书馆已经开馆 比往年是提早了一天 地区性的图书馆甚至是提早了三天 部分员工反映 因为要上班所以必须要提早 或者是取消返乡的行程 而新上任的台中市文化局长 叶树珊强调 直辖市要有为民服务的新思维 春节上班员工可以请领加班费 或者是补修 大年初三很多民众都出外旅游踏青 还在过年假期 不过大台中市的文化中心 却已经开馆 有员工反映春节假期缩短了 有人必须要取消返乡行程 就因为要提早上班 我回娘家 今天就没有回北部 因为就想说太远了 太赶了所以就 就怕塞车 对对对 也怕塞车 因为昨天是初二回来嘛 初二本来就很容易塞车 对 就不敢跑远 我们是往后 往后补修 就是过年后再补修 台中市的三个艺文中心 二十一个乡镇图书馆 全都在大年初三这一天开馆 比往年提早了一天 部分地区性的图书馆 甚至比县市合并之前提早三天 行政局长叶树珊表示 这是要提供更多便民服务 员工人员是觉得有点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当我们把各项的配套措施都安排好之后 大家也觉得其实很有意义 带小孩子出来顺便走一走 不然一整天都到家里 他们服务很好 他们很少休息 不过可能是因为年初三开馆 知道的民众似乎不多 前往图书馆的人似乎没有预期的多 却也让来这看书的民众 享受难得的悠闲 省去到风景点塞车的麻烦 到图书馆看看书也是另一种过年的方式 文化局表示 春节上班员工可以请领加班费 或是补修 不会让员工的权益受损 借尔林健生 赖世杰 台中报道